其實國內的比賽我也參加過 你也參加過 在剛回來的時候 想要試試看身手 能不能獲得我們茶開場的評審們 長官們的青睞 這個過程我並不是要得獎 要去賣這個茶 而是去研究一些現象 我們現在發現 台灣的茶比賽太多了 大概一年可能大大小小加起來 一百多場可能都有 不管是工協會或者是相公所農會 瘋狂的在辦比賽 家家戶戶都是得獎茶 不管是頭等特等我也搞不懂 我只知道貶額非常的多 而且如果這個茶農同時間 他還有種菜 種蘿蔔 水果 那對不起 他們的貶額也有頭等獎 就是貶額都長得一樣 所以說我們茶葉已經不只是農業 這麼簡單的基礎農業 像水果 像青菜了 它是一個我們講說世界三大飲品 葡萄酒 咖啡 茶嘛 那應該已經 尤其是台灣的茶 已經到一個極致的精品這邊了 但是我們的獎牌 還是跟菜農 果農 豐農 養豐的豐農 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消費者在選茶的時候跟我講 我也是買比賽茶 他也是買比賽茶 一喝出來一比出來 怎麼茶這麼多 那變得說是 我們茶葉國內的比賽是越來越多 那像國外的比賽呢 一年可能就一場 去國外的一個戰場 去看看他們是怎麼做 那我們回來就借進台灣 應該要怎麼樣去改善 或者是建議 如果在長官啊 主管機關可以改善的情況下 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們是台灣人嘛 我們畢竟還是要回來 把所學帶回來家鄉 看看是不是有所突破 那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台灣茶在外銷 我們的茶 很好的那種精緻茶呢 外銷的時候 完全沒有量 在外銷 國外的市場 隨隨便便就是幾個貨櫃 我們精緻茶哪有 可能10斤20斤就沒了 因為它太精緻太少量了 對 所以我們根本 接不到人家的單子 這個就是說 當然啦 我們前面有講到很多的問題嘛 採工啊 還有我們的產地啊 的面積啊 是逐年的 可能是在下降的 不如電視劇茶經那個年代 這麼的龐大了 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地方 好 感謝家綺 其實啦 雅吉兰泰家在某個角度 又說到 香港茶山也有很多問題 在三下路面對的 無論是 營業社會司長也好 也會用 競爭必須的房子 來證明自己的年齡 也會跟社會司長說 哪個茶民的品質的保證 總共就會說 太家就會想要跟 藥方生涯發展下去 發展下去的世界 太家有動作的發展 方向和房子 原來看在北部的茶農 驅到暗色上 形容別的房子 對廚工這個家的茶蜜 原來看影片 茶這件事情本身在 不管是在發展歷史上 或是在台灣 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蕊 那我們從文化出發 然後把最美的那一面 呈現出來 新北平南在北台灣有名的茶香 2004萬元開始 一新後三個菜鐵茶農 竟然當初用美好食物 重新打掃茶文化 竟然在北部的熱間餐廳 到公司的寬度 同茶油管家的設計包裝 而對四個洪生消費者 當我們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視野 然後在透過美學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重新 再用不一樣的視野 去定義這件事情 所以美學它就是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工具 外本大家重新了解 平南菜鐵好茶 由四十個平南來強農 走轉故鄉 除了種茶、做茶 和看心理學費 用自己的方式 聽醫、自己的實態 本身的長大家 減生的那個學費的非常 因應為邊做菜鐵 以及股心理量 非常充足 我們希望可以 就是做出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然後來吸引年輕人 然後讓年輕人可以 慢慢的去接受茶、欣賞茶 而開始去品茶這樣子 不過傳統商業、航空轉型 這次不會面臨 相當於台下的經營和觀望 普遍拿來慶賞茶營的信號 香港不會獨特 這樣才會矛盾 不過今天並不少 副指揮他們其實會有關 是他們以成果論 今天他們看到這個成果是好的 他就會接受你中間的這些改變的過程 所以變成是你必須把你最後的成果 丟出來給他看 他才會去接受你中間的這些部分的改變 這樣子 柴鐵的茶變成國副格和價值的產品 就會改變之一 在外面包含沒有好看影響 大家會偏納、好上茶 會問外面不一樣的茶文化 如何我們把文化 的那個最感性的那個部分 用不一樣的方式 透過美這件事情去做呈現 茶這件事情可能對於大家來說 都是比較既定的印象 那我們透過美學這件事情 就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原來茶有不一樣新的那個面貌 平常在美學茶文化專業 在這堂當中 我們和大家的蔡天園統一 改變外界對於茶味、落魄的影響 兩面獨方看到一會 我們還有一種經營茶蜜的一種方式 好上癮有好上癮的想法 發展出了 正經就會同年 蔡母Q用的茶蜜的文化 和茶蜜的神山和營運方式 當時我們比較重皮、比較多小的 人就會說 要不要來泡老人茶 那面就會說 泡茶、失茶這些事情 和那個案 像那個比較老的皮、長的粗的事情 其實這也不是的 好上癮當然是 要不要吃茶 不過發展出的那些沒有輕鬆的 要去吃茶的文化、吃茶的粉飾 那部分 如果壓片鞦嗆到 對冠軍的看法 重點是 金兵衣不是說 比較年輕一輩的代表 剛才沒有說 若果茶蜜的那些洋蔥、 那個飲料失從 要去飲料失從 就會合乎好上癮 但不然就看 腿肉在茶蜜的發展的部分 你還是會持續走 壓著茶蜜的部分 要說 你兩片剛才上的走到 一部分的幸福的 人質的在茶部分 那上的唱歌和樣片 走這樣文創嗎 還是說 你接下來除了飲料茶 你就是專攻飲料茶了 你的 壓著想法 你的年輕人的思想 你會想要怎麼來推 你自己的產業 當然我們現在看起來的話 未來的話 一定是在飲料茶的市場 目前 然後但是就是說 我們也不能 將我們台灣的技術 還有我們的工藝 把它遺忘掉 其實我們在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目前最珍貴的 相對跟 比如說越南也好 泰國也好 中國大陸也好 其實我們 那是我們自己自認為 就是說我們看市場 這幾年的反應 我們自認為說 我們在於所謂的自茶工藝 烘焙工藝 其實我們是領先 其他國家 我們至少領先他們 10年到20年 那所以在茶產業來講的話 未來我個人是認為說 要讓年輕族群 慢慢會接觸到這些茶產業 可能飲料茶它是最快的